香精 色素 香料 还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在这边要告诉各位一个尝试 你们不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精品毒 所谓精品毒 就是因为我们在英国有一个研究 平均每一个英国的女性 她们每天所使用的清洁用品 从头到脚 乳液 护肤品 还有包含香水 平均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超过515种的化学物质 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 吸收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化学物经过皮肤进到体内 就会造成细胞病变 我们的DNA会病变 除了造成老化以外 还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癌症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等一下跟各位说 当然我们如果今天是从嘴巴吃进去的食物 有90%以上是可以由我们的肝脏代谢料的 可是今天是经过皮肤所吸收的这些化学物质 有90%是停留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它会透过我们的淋巴系统 我们的血液循环 把这些化学物质送到全身上下去做吸收 光靠使澡就可以达成这件事情 我们来帮各位口径一下 全身上下哪几个部位 最容易吸收这些筋体肚 我们头部 额头六倍 下巴十三倍 背部十四倍 那么大家最在意的性器官的部分是几倍呢 四十二倍 而且在座各位 如果你们是男性 由于你们的结构跟我们女性不太一样 通常你们吸收到的化学物质 会比四十二倍还要再高 所以尤其是男性就要特别注意 你每天所使用的这些保养品 还有清洁用品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提醒各位 我们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慎选清洁用品 当然保养品也非常重要 保养应该是